大家好,我是八戒,这里是八戒漫谈美国 今天是2020年8月3号星期一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美国最新的一个疫情方面的一个情况 首先,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 美国累计确诊4710282人 美国总计死亡人数155331人 还是一直在攀升,非常非常的高 关于这个Coronavirus-19这个病毒呢 目前最新的一个各个州的一个情况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加州州长纽森今天在发布会上说 随着该州阳性率或者检测结果成阳性的这个比率 且住院率已经开始逐步的下降 目前该州正在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迹象 截止昨天8月2号星期天 加州总计报告了5739个新案例 使得该州累计7天的平均的每日上升的这个新增的案例呢 下降了高达21.2% 就是比前段时间同期减少了21.2% 在过去14天当中呢 这个住院的人数呢 也减少了10% 该州的阳性的比率从过去两州的7.5% 减少到7% 所以目前呢 整个加州的情况呢 是略微的有一些好转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几个州的情况 德克萨斯州的目前的病例呢 比前一州下降了8% 七天移动平均线呢 每天触及大概是7723个病例 在佛罗里达 佛州呢 平均7天的平均线呢 下降了14% 亚利桑那州呢 下降了10% 所以目前整个这几个州 前期呈现较高的这个每天新增 有的州啊 德州啊 跟佛州啊 都新增在1万里 但是最近呢 它只有新增在7000里左右 所以可见最近这段时间呢 最近这一两州整个的 随着各州收紧这个防控措施 整个的口罩都是强制性的戴上以后呢 明显的这个数据上就有一个 急剧性的一个萎缩 急剧性的一个下滑 所以说明这个行政命令 还是非常的行之有效 在数据上面能够得到 进一步的一个验证 感染率 住院率 死亡率 整整的这个所有的几个数据 都都显示出一个下降的一个态势 那希望呢 目前美国呢 能够保持这样一个态势 这样的话呢 大家能够在未来 更好的能够复刻 能够复工 能够复产 好 这是关于病毒方面的一些情况 那另外再来看一条呢 美国最新的一个医学研究表明 严重的这个新冠病毒啊 可能导致肾脏的损伤 或者肾衰竭 目前从二月份以来 美国肾脏学会的 新冠病毒反应小组呢 都在全国各地的医院 能来这个临床 做这个研究数据统计 我们观察到进入RCU的重症的患者当中呢 有10%到50%的患有严重的肾衰竭 需要以某种形式进行一个透析 该研究小组的这个主席博士说 正如他解释的那样 许多人在感染病毒之前 没有任何潜在的健康问题 和潜在的肾脏问题 也就是说经过美国的这个医学专家 美国的肾脏医学学会 这个临床的这个小组 统计各个的数字显示呢 这个严重的病毒啊 确确实实能够对某一些群体的肾脏 进行一个攻击 可能会造成某一些群体的人们的肾衰竭 急性的肾病的一些发生 要进行一个透析 才能够改善他们的症状 所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这个病毒不仅仅攻击人的肺部 对于人的心脏 对于人的肾脏 可能都有一定的这个攻击 在未来当中 更加的数据 更加的全面以后呢 这方面的数据 应该会得到更加多的一个支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金融方面 大概有哪一些消息 今天整个的股指呢 都是权限的收高 道雄斯工业收涨236点 收涨0.89% 收于26664点 标普500 今天收涨0.71% 收涨23点 收于3294点 纳斯达克今天收涨1.46% 上涨157点 收于10902点 纳斯达克今天创下了盘中一个新高 并且今天的收盘价 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新高 所以目前可以有哪一些因素 它促使美国今天在8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 就急剧性的一个攀升呢 目前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呢 来自供应管理协会 RSM的一个消息 制造业的指数呢 回升到54.2% 新订单的指数呢 上升到61.5% 采购经理人指数呢 从6月份的52.6% 上升到53.6% 所以目前呢 他们所有的这个基准线 都是在50以上 并且呈现这个继续上扬的这种态势 可见美国的这个复工复产 可能他们前期的这种复工复产 这个指数啊 已经反映在这个数据上面了 因为这个数据 是跟这个复工复产来说呢 它是一个滞后的数据的统计 最起码要滞后一个月到两个月 所以这也是反映在 5月份 6月份这样一个数据 那对于7月份呢 这个这个数据呢 可能要在8月份 或者9月份进行一个反馈 目前呢 美国的股指呢 今天可能是受到 这方面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刺激作用 它可能有一个上涨 但是呢 在几大互联网科技巨头当中呢 只有今天的一个微软 上涨的幅度是最大 今天微软上涨5.62% 为什么呢 巴基也在前一个视频当中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 因为美国这种特朗普 他给予了微软跟TikTok呢 双方之间给予45天的一个审查期 就是说双方之间 必须在45天之内 达成这笔交易 把TikTok完完全全卖给一个美国公司 如果微软跟TikTok 双方能够在9月15号之前 达成这笔交易的话呢 TikTok就不会被美国封禁 它就可以在美国继续的运营下去 所有的投资者呢 都能够套现走人 那微软呢 也能够获得它梦寐以求的 这个TikTok 这个短视频的这样一个 社交的一个巨头 它能把它收入囊中 对于微软以后的这个广告业务 对于微软以后的这个社交业务 都会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所以微软今天股价大涨5.62% 超过了所有的科技巨头 那苹果公司呢 今天涨幅也还可以 请苹果今天收涨0.52% 为什么苹果今天收涨呢 因为前两天苹果花了1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蒙特利亚 这个MobiWeber这家公司 MobiWeber这家公司呢 是一家可以利用苹果的NFC的一个技术 进行一个Post机上面的一个消费 它可以把iPhone变成一个中端Post机 两套iPhone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收付款的一个交易 iPhone呢 它也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收款交易 比如说对方有张卡啊 它支持这张卡 支持一个NFC的交易的话 直接在苹果的后面用它这个软件APP的话 就可以进行一个支付完毕 所以在于这种小额交易呢 这个非接触式的这种面对面的这种小额交易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可以说呢 不亚于这个微信跟这个支付宝 这两个这个在中国这样一个支付市场 在美国呢 这种需求呢 也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所以苹果呢 它股价呢 受惠于这个苹果花了1亿美元 收购了这家初创的公司 它未来苹果公司配合它的这个Apple Car 整个的这个整个的支付系统 又有了进一步的一个闭环的上面的一个提升 所以对于苹果的股价也起到了一定的一个支撑作用 八戒在前面好几期的节目当中呢 也给大家做了详尽的这个分析 苹果公司未来的这个发展势头 从这个WWDC 2020就能看到 苹果公司在未来的话 可以说是发展应该是非常非常强劲 非常非常猛的 在几大的科技互联网巨头当中呢 如果微软能够把TikTok收入囊中 微软的股价可能会进一步上涨超过20% 苹果公司如果它的iPhone 12的5G的产品线 它的四款iPhone 12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推出 并且不会爆出一些特别重要的 重大的一些漏洞的话 可以说苹果公司的股价在未来12个月呢 上涨应该也不会低于20% 而且苹果会在8月31号进行一个拆股 这样的话苹果公司的股价可能会维持在100美元左右 会吸引更多的一些没有特别的这个资金的一些投资者 他们会进入到苹果的公司当中 作为他们的一些投资投资群体 那这样的话呢 会有更多的人会买入苹果公司的股票 那对于苹果公司呢 可能未来会股价也会起到一定支撑作用 苹果公司目前大概有将近2000亿美元的一个现金 或者现金等价物 所以说苹果公司可以说目前想去收购哪家公司 就可以去收购哪家公司 可以说基本上可以 他的一个他整个的这个每年的这个营收啊 堪比一个中小的一个发展中国家 甚至比阿根廷这样的国家都更加的一个富有 因为阿根廷目前有高达660亿美元的这个主权债务违约 目前贝莱德就是这个黑石集团带领的所有的这个债权人呢 正在跟阿根廷的主权政府进行一个债务上的一个沟通 希望能够以这个新债换取他们的旧债 目前阿根廷的主权债务呢 已经从1美元已经跌到了55美分 所以可见在整个的这一波这个新冠疫情病毒的刺激下呢 所有的这个发展中国家 甚至是一些南美的一些金砖的一些小国在受到这种病毒的清洗下呢 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一个打击 特别是巴西这样的一个国家呢 对于这个对于他们的当地的一些主权上面的一些债务呢 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一些压力 好今天最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黄金的走势 今天黄金最高超过2010美元 受制于美元指数的反弹 以及美国十年期国债税率的反弹 黄金今天也在稍后呢有所下跌 目前黄金呢 大概是在1980到2000美元 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 但是黄金呢 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突破了2000美元 并且最高收高在2010美元 所以巴西在前面几期关于黄金的节目当中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分享 一方面呢 黄金的价格走势呢 受制于今天每只上涨0.3% 另外一方面呢 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入率的价格呢 从上周五的0.54收入率上涨到今天的0.559% 这样一个比率 所以整个呢 美国国债收入率呢 都是呈现在今天有个反弹 所以黄金呢 今天冲高以后 稍微有些回落 可见今天美国整个的这个 现货黄金的一个价格 大概收于每盎司1986美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黄金的这个走势明显呢 是受制于美国国债的一个收入率的一个走势和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啊 今天围绕着这个一篮子货币啊 它确实是有所上涨 0.3% 可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 如果美国经济进一步呈现走强的话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反映 美国的经济进一步稳定的复苏的话来 那黄金的价格可能会维持震荡在1900到2000块钱 甚至会跌到这个1850到1950这样一个阶段 但如果说在大选以后 所有的经济数据披露出来 情况都不好 或者是美股有进一步下跌的话呢 黄金可能会顺势突破2050 甚至冲高到2100 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性的 大家要进一步关注一下 美股在大选前后的一个走势 以及美国国债10年期和30年期 以及美纸的相关的指数方面的一些走势 好 关于今天美国资本市场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消息 有想进一步交流的学伙伴呢 请在底下评论区留言 或者给巴基私信 喜欢巴基的朋友呢 请点赞评论关注 油管的朋友呢 请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大家